去看一下 因为我刚刚写完之后 302A跟B输入之后 然后有同学问说 那如果A假设输入奇数的话怎么办 那如果你是输入奇数 那这样子变成说奇数连加了 所以如果 那可能这个地方就需要做判断了 不过因为我判断我没写 判断的话就留给各位写 假如A他输入的是奇数的话 那你要怎么让他变成 他从偶数开始加 OK那当然一样 用person 求余数 如果他不能被诊除的话 那表示怎么样 他就是奇数 那如果是奇数的话怎么办 你要怎么去做 就是他下一个就加1不就好了 这也是一个逻辑 或者看有没有其他逻辑 一定也有 反正像类似这种题目的解法 没有所谓标准答案 你只要是合乎他要的规范逻辑 就是对的 OK所以有时候客户端也这样 客户要你做什么 反正你就是要先让他确定说 他的逻辑是怎么样 然后你就照他逻辑把层次写出来 不过有的时候客户他不太合 很多客户其实不太了解 这个所谓的电脑逻辑 所以有时候你要引导他一下 甚至干脆 像我以前遇到客户 我就跟他讲说 你到底要什么 你先讲清楚 最后干脆我帮你想 你要什么好了 然后他就 不过还好大部分都是 你要用说服的 他慢慢就接受你 然后慢慢就相信你 你怎么写他就 他就买单了就OK了 好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看 那个304 这一题的话基本上 回圈倍数的总和 这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 输入什么 输入21 他给我50 为什么输入21给我50 我看一下 假设输入21 意思就是说 他说所有5的倍数 比如说我输入21 意思就是说 第一个5 第二个10 第三个15 20 所以他意思说 把刚刚讲的这四个数字 全部加中 应该是这样吧 我印象中 Enter 50 对吗 20 15 10 15 对 加起来刚好50 OK 所以这一题的意思是这样的 所以 那要怎么样刚刚好 可以判断说 他是不是 要累加的数字 所以这个地方 当然我们要需要 也是一个for围圈 那for围圈里面的话 你就要判断说 他这个数字 能不能被5给整出 如果是的话 那就把它加强 OK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 那我们这个地方 只需要输入一个input 一个input 就是a的部分 a 假设我今天 要加到多少 那我们假设输入6的话 6他应该只有一个5而已 如果说我今天 11的话 那就是5跟10 15 对没错 OK 那所以呢 我们会有个a的值 这个a的值 实际上就是结束 到那边停下 就不要再继续往后 哎呀 这程式怎么写 请各位先思考一下 试试看 来 后面先还给各位 304这一题 基本上呢 一样就是它是5的倍数 不过因为它5是固定的 还好它这一题没固定 不过你待会可以练习 就是你这个5 还可以多一个变数 可能5这个数字 你可以用一个变数 a跟b好了 a的话 假设是什么的倍数 b的话呢 它是到哪边总和为止 ok 你可以写一下 不一定是5 不过这一题5的话 相对比较简单 所以呢 我们就让它输入一个21 input进来 哎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21进来 那我要能够判断说 从5开始 所以呢 4回圈的话 基本上跟刚刚那一题 蛮像的 一定是有一个加总结果 然后呢 一定会有4回圈 那这个4回圈的话呢 说i一定是从5开始 所以5的话固定 不过未来 如果这个不固定的话 你可以用其他的变数去取代 到哪边结束呢 到a的下一个 所以a加1 那再来的话判断什么 如果能够被5整除的话 就帮我累加 这个应该前面有写过类似的 如果能够被5整除 有没有 i如果能够present5之后的余数为0的话 那我就把那个数字给加起来 ok a加起来 最后呢 再把这个ans的结果给print出来 结果就ok了 应该这个我想应该没有很困难 但是除了要会之外要熟练 ok 要把这个很熟练 想到就可以写出来 你不能说你好像知道 但写不出来 那等于你不会啦 你不能说你会 其实你要很熟练 想得到就可以写出来 但是以这一题来看 基本上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写法 就是你不用person 因为我已经知道说呢 他已经是每5个 每5个就加总 所以呢 其实最简单的法 这个不要 你可以再怎么样 在这边加个0.5就好了 有没有 这样更简单 少一行 多一个step ok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把我们要的5的到哪里 比如说到21 那就把50、15、20全部加起来 变50输出 另外这一题请各位把它改写一下 也许不要从5开始 不要不要5的倍数 也许你多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的话也许是一个A一个B吧 这个B的话 那B的话就是说我如果要多少的倍数好了 A是多少的倍数 B是加到哪里 也许你可以再把它稍微改写一下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洗一下 3 那个 304 304部分